由新北市政府舉辦的北海岸時尚藝術祭 今年已經邁入第三屆 市府在宣告活動開跑的同時 也說明了本次活動超級有創意 將跳脫漁港給人 停留在觀光景點的刻板印象 大家都說漁港要轉型 轉了半天一只會觀光而已 不然還會什麼 但是我們不一樣 在我們新北市的漁港 你可以看秀 你可以看星星 你們還會把我們新北市的漁港 剪頭髮 吃冰雪畫畫 除了4月23號在秦城橋 舉行盛大的服裝秀之外 4月30號開始到5月29號 則邀請府仁大學織品服裝學院 在布基漁港布置時尚展覽的活動 藉此來展示學生設計師的優秀作品 校方倍感榮幸也對學生有所欺勉 我們常常聽一句話 就是越在地越國際 那可是事實上 這個越在地的這件事情呢 是需要身體力行走入這個現場 那新北市整個北海岸 有非常多的資源 那我希望我們的同學可以將來不只是把自己作品展示出來 而是更進一步的去學習 了解我們的地方的特色 越在地越有國際觀 學生透過活動可將優質的作品展現出來 更能夠深入了解在地特色文化 尤其將藝術及教育充分做結合 讓民眾享受多元的藝術饗宴 我們的農業的相關的一個知識 包括我們有藍染 有茶葉 有各式各樣的植物 然後這些東西可以把它用在這個創作上面 除了這以外我們也更希望同學可以跟我們整個新北市的一個發展 包括像藝術的發展跟教育的發展可以結合在一起 消防感謝市府提供青年學者有舞台展示自身才華 屆時也歡迎民眾到漁港體驗一下超時尚的藝術魅力 記者黃宥賢 新北市報導